朝鮮的語意 各位評審老師 參賽同學 大家好 我們是編號4號 今天要與大家介紹的書是 透明小孩 好煩喔 老師怎麼老是教我們寫讀書希德啊 图書館的書都被我看完了 我都不知道寫什麼了啦 我最近看到一本很酷的書 它叫做《透明小孩》 你看光提名字是不是就哭逼了呢 什么 小孩是透明的吗 那不就是幽灵了 这到底是什么书啊 就是因为讲性价会做的写的书 你快看电视上刚好有播呢 欢迎收看有爱心电视台的深度调查报导 我是主播真美丽 今天要有大家探讨的是 透明的小孩无国机移工小孩的故事 全是只有超过千万人没有国籍 因为没有身份验伸出许多问题 让这些孩子成为透明的小孩 现在连线给在地记者君帅气 我是记者 曾帅气目前所在的位置是 想要有个家育儿园 这十几年来有大量离乡背景的台湾工作移民 他们可能来自于各个国家 而他们在台湾生下小孩 却没有时间照顾 只好抛弃人们 而他们就成为了 没有任何国际语身份的透明小孩 我是保姆 她五个月大叫春天 升起来就没有父母疼了 五个月大而已 妈妈就不在身边了 她十一个月大叫橘子 橘子来到这里后 妈妈为了还钱 赚生活费跟机票钱 只有周六晚上从台北搭老院来看橘子 小橘子不要哭再过四天妈妈就要回来了 每个礼拜都要接受这种离别 我都想哭了 她两岁三个月的叫淡珠 两年前她的妈妈生下孩子后就不见了 七天后就被送到柔软 孩子妈妈对不起你 希望你能好好活下去 连一出生都没有见过妈妈 好可怜啊 这些孩子和柔软的孩子一样 他们的父母都有不能照顾他们的苦衷 但不一样的是 春天橘子淡珠没有属于台湾的国籍 别的孩子要上学很容易 可是他们要上学却很麻烦 其实以后长大了 依旧成为一位没有身份的透明人 春天橘子淡珠的妈妈 大多数是来自印尼 泰国 菲律宾等各个国家 雇主会因为他们发孕而用不正当的理由解雇他们 而他们在台湾生下小孩 却被迫不能被看见 数量比我们知道的想象的还要多 我们实在太幸福了 拥有台湾的国籍 以及身为台湾人所拥有的任何权利 上学 投票 砍医生 因为健保而不用付很贵的医疗费等等 让我们看似习以为常的权利 对透明小孩来说 却是一件很奢侈的事 所以我们应该事实抱着感恩的心 感谢父母的生育养养养养 一群沒有權分的小孩 甚至還被父母拋棄 對啊 這本書的作者 信家蕙 他會用簡單可愛的文字 讓小孩子能夠理解 欸 我剛剛問了Google大神 原來這位信家蕙作家 一直在推廣兒童閱讀 他還曾經拿到金鼎獎耶 可是 他卻在2019年 因為癌症過世 唉 我覺得他的心裡 一定還很掛念著孩子 那我們趕快看完這一本書 用我們微小的力量 讓更多人知道改變這個社會 沒有問題 謝謝大家 時間4分13秒